朋友们你们好 我们有一本书是秋雨的一个姐妹叫张新月 她写的一本情书 这个情书有什么特别呢 是因为在她的丈夫进了监狱里边 她带着两个孩子呢 就是每天把他们日常的那个经历记录下来 但是因为这个这个姐妹 她本来就是一个写诗的人 所以当她的记录记录下来了以后 我是在那个微信上边就跟踪她 那个就是2018年12月9日以后 我就一直在追踪她 其实我们没有见过面 但是网上看到她写给那个丈夫 在监狱里边的丈夫的情书 就特别特别感动 尤其是那两个小孩子 就是一个七岁一个才四岁 然后他们这些孩子们怎样 想念他们的父亲李英强 然后这个妈妈呢 就如实的把他们的日常生活点滴 写下来 就很感动我 所以我就一直追踪着她 四年以后 她就真正花了功夫 收集起来了以后 天籁一样 特别性在于是她和孩子们写给在狱中的丈夫和爸爸 所以这两个孩子也在里边有很多对话 叫亲爱的大头 大头是李英强长老的名字 是亲月这样称呼他 他觉得如果叫李英强就是外人大家都叫李英强 就没有什么特殊性 也没有什么亲密性 所以他才有资格叫亲爱的大头 自从李英强进了监狱 我才知道他真是我的头啊 他说我现在就跟个无头的苍蝇一样 虽然这个说法不太美 但是确实他就发现原来我这么依恋一个人 这么依恋我的头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他以前是什么都不会 他说李英强把他宠成了一个婴儿 什么这个银行的账啊 还有家里的水电表啊 就所有的一切 他都不懂 他是一个写诗画画的一个姐妹 他就是带两个孩子 其实李英强带的更多 就从孩子们呢 对那个李英强的那个想念啊 就想念到了那个地步 有一次那个他妈妈就说 哎我怎么以前没有见到你们这么想你们的爸爸呀 就是怎么这么爱你们的爸爸 所以爸爸进了监狱 把这个两个孩子呢 就就那个思念呢 就计划出来了 所以两个小孩子就整天都在想 然后只有睡觉了才不想 所以他说那我们睡觉吧 睡着了就不想了 哎呀太可爱了 他是日记加上他的诗和画 就是这个姐妹又写诗又画画 然后他的那个日记呢 是在那个微信上用变迁的方式 就每一天发一条 每一天发一条 对出版了 李英强长老在监狱里边呃 呃呆了八个月零五天 所以这个情书呢 就是在这个八个月里边写的 把它收集起来 几乎要丢失了 呃王仪这首诗 我 有些人死了 化成灰 你都认识 你呼唤每一粒绢癌 向泥土吹气 向大海发出命令 你说 止住时间 就歇在你面前 所有耳光停在空中 所有落叶继续飞翔 情人迈不开离去的脚步 癌细胞 失去扩散的力量 有些人活着 风却穿过他们的身体 所有汉字被关押在 三十一座监狱 五十六朵花在垃圾场 壮丽开放 一个流浪的句子 回到出版者手上 一个死去的词语 在哑巴的嘴里复活 有人卖了一辈子衣服 却赤身露体 有人买过几十双皮鞋 却从未走到地极 有人写了一辈子诗 却不懂如何赞美你 有些人活着 风却穿过他们的身体 有些人死了 化成灰 你都认识 2014年2月14日 写于圣瓦伦丁节 是王仪的20年诗选 大教堂里边的一首 也是为了纪念王仪牧师 也是为他祷告 也是为蒋荣师母祷告 有些人死了 化成灰 你都认识 所以他在讲上帝 上帝他认识每一个人 如果人没有灵魂的话 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因为人有灵魂 所以即使肉体化成灰 还是上帝都认识每一个灵魂 所以他这首诗是写给上帝的 今天的一个秘密啊 这个是我从 李英强长老的那个太太那儿得到的 我是去问心悦 我说的 英强今年有没有给你写情诗啊 他说 哦 他送了我礼物 大家看到这个礼物 镜子 还有下边这两个呢 是修眉毛的 你你你现在知道 然后他说 还给我买了一碗酸辣粉 他说没有情诗 结果半夜了 他又发给我了 哎呀有情诗 所以我刚才呢就把这个情诗读了一下 他们结婚十九年了 他每一年都会给妻子写诗 他以前不会写诗的 但是后来就有这样的一个爱的表达 心悦在他的亲爱的大头里边提到 就是当国宝啊到他们家收查的时候 把那个抽屉翻开 就翻到了李英强长老给这个心悦写的诗 他们就拿起来 就在那读 读的时候呢 就有点发愣 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 不管是主内还是主外 很少人会有这样的爱情的表达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 这是最新的诗 我问他 我说可不可以在这个张伯利牧师的节目里边 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甜蜜啊 他说好 情人节的诗给心悦 如此幸福的一天 春天孩子们不在家里放羊 我们遇见了十个试探 昨天寒冷 今天你给了我们阳光 窗外有河 奔向你命定的海洋 野地有花 带着黄金的冠冕歌唱 忍耐了一个冬天 继续等候 时候将到 你就收割 压榨成渣 便游入仓 第十九年的剧本 更加颠沛 更加热烈 仿佛是暗夜 却见到大光 用新的开始 在旧的地方 随时安盈 随时战斗 随时流浪 他们现在也是漂泊的 就是我们的观众可能要设想一下 这对夫妻他们是随时在搬家的 处于流浪的状态 他送礼物的时候都是选的 是可以流动的可以方便带走的 英强送给他的妻子是那个拔眉毛的那个小镊子 还有那个梳妆镜 非常贴心的 我说他为什么他会给你买这个东西啊 欣月就说他可能看到我有时候在那个修理自己的眉毛 我想的话这个爱的这个小细节啊 是非常的甜蜜的 李英勤长老呢 他其实是也蛮有名的一个以前的一个自由主义者 所以他以前办过很有名的一个乡村的一个叫利人书店 就是他要在那个农村从一个孩子的身上开始抓起 要培养他们为了 那是在他信主之前有这么一个叫利人图书馆 然后他是经常被各大媒体 中国的各大媒体采访的 中央电视台各方面各个媒体采访 后来他信主了 他就是看到一本书叫兄弟相爱汉山河那本书 他就信主了 信主了以后呢他和他的妻子就到了成都就搬到了成都 最后就尾身在秋雨圣约教会里 当时还叫秋雨之福 他们在里边服侍 2018年他被案立为长老 就是在那个秋雨交案之前没有多久 当然他一直在服侍了 但是没有多久 这个秋雨交案就发生了 那一百多个弟兄姐妹都被抓到这个拘留所 那他王仪牧师还有秦长老秦的父长老 他们就实际上就坐牢了 但是有一个奇迹 为什么大家要看一下亲爱的大头那本书呢 他的妻子张新月和孩子天天就在这个情书里边 实际上是向天父祷告 这个张新月说有时候我可以等一万年 觉得自己可以等一万年 有时候我连一秒钟都等不了 那两个孩子也是的 有时候就哭着喊爸爸 他就说那你们就祷告天父吧 让爸爸早点回来 所以大家都很奇怪 为什么王仪牧师判了九年秦长老判了四年 而这个李英强早老呢 在监狱里边待了八个月零五天就给放出来了 所以现在他是一直在服侍着秋雨圣约教会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是免费的 就是只要是我给你一个下载的链接 你下载就好了 为什么呢 这本书是一个新乡的活迹 就是他们是用爱 这不是写出来的 我现在应该这样说 这本书不是写出来的 是生命的活水的流动 是在那个特别的时期 神保留下来的一个活的见证 那么就他们只是把他们的生活怎么样靠着主 怎么样仰望主一天一天和孩子这样的过给记录下来 而我有一天在海边我捡石头的时候 我就说哎呀就好像我捡石头一样 这个石头早就存在着 但是是不是你去把它捡起来 所以呢这两本书啊 这个秋雨的一个弟兄一个姐妹 他们的这个秋雨交案后的这个记录了 是历史方面的书 它是活的 所以这本书呢 一会儿把那个连接就送给各位朋友 你们就可以直接下载 屏幕上面是张新月写给他的丈夫李英强的情识 这是2019年就是交案刚刚发生之后的第一个情人节 他的日记他说今天情人节你就是我的诗 你把自己活成了诗 他就这样开始说大头本来不想说话了 打开朋友圈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 给你写个信吧 今天你把你给我写诗了吗 今天你就是我的诗 你把自己活成了诗 那天国宝来收家的时候 拉开一个抽屉 看到你给我在某个情人节写的诗 看了半天轻轻放下了 不知为什么这个场景被我记下了 十几年了 不会写诗的你 每个情人节都会为我写一首诗 今天你不要给我写了 你给主写一首诗吧 这个情人节陪伴你的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给他写诗吧 亲爱的 只有他能救你 安慰你 擦去你的眼泪 我也要给主写一首诗 我的诗里只有一句话 主啊 父亲帮助你的孩子李英强 加给他力量 让他不要想我 想我 他就会哭 就会软弱了 让他单单想你 我爱你 下次再说 你的太太礼 同一天他又写了另外一首诗 都是情人节写的 2019年2月14日 这个是下午了 7点45 一个头被砍掉 心脏还在跳动的物体 就是现在的我 主啊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句话用在我身上 再合适不过 无头的苍蝇 虽然难听 想起近来发生的一切 的确如此 你把我的头带走了 头不在的时候 我知道了一件事 它真的是我的头 我竟然如此依赖过一个人 想想 一个头被砍掉 心脏还在跳动的物体 就是现在的我 原来痛感 是这样呈现的 就像一场车祸 刚开始那阵 并不觉得疼痛 那是应激反应 后来才会痛起来 现在的我 似乎就处在这个阶段 所以我坚强不起来 我常常哭 也很脆弱 随便一个事 随便一个人 都可以伤到我 请你原谅我 但是 主啊 父亲 我又知道 这对我是好的 那天 你让我想到蝴蝶 我就明白了你的心意 你的舍弃 从来都是为了得着 你的分离 从来都是为了相聚 我想 对孩子们也是一样 对你的教会 也是一样 只是求你赐恩典给我们吧 让我们在这个洗净的 对变的过程中 紧紧抓住你的应许 一刻 也不和你分离 在网上都能够看见 然后我请他把他的诗歌发给我 他说呀 他们搬家搬来搬去的 最后 现在那些诗都找不到了 所以 我有限的收集了几首 他们这个秋雨教会的弟兄姊妹 写诗的可多了 现在呢 就是张新月写给亲爱的大头 这个是一个代表吧 还有很多诗 我在想的话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 而且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私人的生活公开化 就透明化 分享给大家 因为他们本人的生活 就是主通过这个秋雨教案 像把那个树根连根把他们拔起来一样 他们就生命有那种对变 好像是被火失恋的金子一样 就从此就不一样了 我就想不要是他们 就是我自从他们教案发生以后 就跟踪着他们 这个陪伴着他们 对我也是一个极大的改变 更不要说他们在那个当时 就是他们是第一线了 每天所遇到的 还有一个弟兄写 沉默如雪崩而来 秋雨的弟兄姊妹在成都啊 他们好像打游击战一样 我说是城市的鲁宾逊漂流记 所以他们的故事很多 现在呢 有两本书是真正的表达活活的 这种鲜活的 这个很很热乎的这样的 当时的那个记录 就是这两本书 一本叫亲爱的大头 一本叫沉默如雪崩而来 我是很喜欢这种非虚构 即时的 因为他是我们身边的人 就是是我们熟悉的认识的 好像他就在我们旁边 而且他有那种牧养我们的功能 我就觉得我被他们的书牧养了 那这本书里边亲爱的大头里边 那两个孩子特别特别的可爱 特别生动 张馨月说 神是用这两个孩子来牧养他 因为成年人有时候啊 我们的脑子还是比较复杂的 孩子非常单纯 孩子就是非常相信 爸爸说我是主派我去 一个地方去出差 去做他的事情 等到了时候满足我就会回来 孩子就这样的相信 所以孩子们那种单纯的信心 非常单纯 在很多时候反而牧养了他的妈妈 有啊有 有孩子的诗 孩子写的诗 特别特别的好 我要说一下 这个是这本书封底上面说的 这本书是为不容易发出声音的母亲和孩子们发声 因为在那段日子里母亲和孩子们坚持写日记写情书 他的信心带出了力量啊 属灵的智慧和盼望 所以这个是他们又写又画 哎呀我要不要分享一下这幅这本书的那些这个实景啊 这个字就没有这么好看 好不好 我现在给你分享一下这本书啊 啊这本书大家可以看到的 封面呢 这个是张星月姐妹和他的女儿叫卡拉松 啊 他们在祷告 那应该说这本书就是向主的祷告 八个月 他丈夫和孩子在里边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祷告的 他说一个极其软弱的孩子的一段恩典之旅 一段被天父背着抱着走过的路程啊 所以这本书是献给献给神的 这就是张星月姐妹 他在画画的时候 这是他的画 那我们就可以 这就是张星月姐妹啊 然后这本书很多很多他的画都是这个画和诗 我们都不是专业的科班的 我们是自己按照自己心里边想怎么个画就怎么画的 是属于呃这个非学院派的 你看他这个画的就在监狱里边啊 但是天使要为他们的这个丈夫和父亲祷告啊 这个就是李英强 李英强这个是结婚17周年写的情诗 所以是作为序在这个里边 这本书的编排是按照一个一个月来编的啊 每个月都有很多首诗啊 比如说像这个 八个月嘛 八个月 对八个月 所以呃这个就是两个孩子在看他爸爸提前预备的视频啊 这个我想说一下就是呃 秋雨的弟兄姊妹不管是他们的长老啊 牧师啊 他们都是很提前的预备自己 这个呢就是他在林英强长老在呃 进监狱之前的五六个月录的一个视频 就是说万一我进了监狱 请你让妻子把这个视频发放给两个孩子看 你看这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四岁就在看他爸爸的那个视频 他爸爸是说什么呢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林强提前四个月给孩子录了一段视频 他是这样说的 卡尔松小弟爸爸爱你们爸爸可能有很多个晚上不能回来 我要去一个你们所不知道的但是是上帝让我去的地方 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 上帝让我去呢 我就去 我就像一个工作的人被派出去出差一样 爸爸每天都会在上帝那里为你们祈求一个很美好的祝福 这个祝福爸爸会请天使带给你们 爸爸每天都会为你们祷告 这就是爸爸要送给你们的最美好的礼物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本书设计的非常美 这是他们一家人的这个手放在一起 然后这是一首一首的诗 我们就看到了当在这个患难的时候 妈妈就是以写诗画画来度过的 比如说他就说我也只能求主抱抱你 这一本书确实是不是写出来的 是他的生命 他的泪这个凝聚在一起 神都知道 你比如说这里边说主啊 若你许可就求你让他们快快回来吧 都是从那个心底里边使劲喊的啊 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到处这个国宝都要把他们赶来赶去 哎呀这比如说这一篇 我就是特别想让上帝看见我的眼泪 我觉得这个姐妹她特别诚实 她就是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为什么这本书她的价值真善美啊 真是第一步 因为她真 所以她你看她里边就说 大头对不起 今天我超级超级烦躁 主要是想起舒雅 就是王怡牧师的儿子 就被痛苦淹没了 今天很冷很冷 我骑车去一家天下给你买布 想做一件衣服送进去送到牢房里去 路上我一直一直哭 我很冷 但是我也不想围围巾 也只穿了很薄的衣服 就这样边骑车边哭 今天我就是特别想让上帝看见我的眼泪 我不知道他看见了没有 你看他就是这样的说 他自己的那个亲身的那个经历啊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把这个 这本书有这个图片差不多有一百幅 有画有他们夫妻的那个照片 所以这这一本书为什么叫情书呢 它是浓浓的那种爱 而且是在混乱当中表达出来的那种爱 不是我们平常风平浪静那个时候表达的那种爱 所以他里边还有很多神学方面的思考 用特别浅显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的 所以这本书 他比如说这里边第三者 他实际上指的是上帝 在所有的夫妻中间是伟大的第三者 你一定要让上帝加入你们夫妻 你们的关系才会有圣洁的爱 和那个有安全感的爱在里边 所以这就是他的那个一首一首的诗 牧师你看这些年来 你把我保护成了一个婴儿 这就是他在说他的丈夫 所以这里边诗 这整本书一会儿是写给上帝的 一会儿是写给他丈夫的 一会儿又是孩子们的 对了你要说孩子们的诗啊 我现在 现在说你看这是他画的画 这是有钉横的手 然后他是在这个走向上帝 他说父啊三十七天了 他就是一天一天在数 我没有得到任何好消息 可是你说除了复活 没有好消息 除了永远的灭亡 所有的消息都是好消息 所以他他是里边有很深的神学的 这个我们都认为你出差了 那就是他和孩子们 就是这样说了 哎呀这个地方给你们看 这个小弟才四岁啊 他偷偷的学会了写爸爸 实际上他不会写字 但是他太想他爸爸了 就是这个小儿子啊 是被那个林强长老一手带大的 所以他特别特别想爸爸 他不会写 他也是这样画出了一个爸爸 是很特别的一个事情 有很多的话 这是他们三个人 在林强长老在监狱的时候 你们看见他们还是会笑 这就是上帝同在的原因 所以什么是福音 就是从这里就看见了 丈夫在那个监狱里边 他们在外边还有喜乐 虽然边哭边赞美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 在这个成都的街头 在各个地方 他们妈妈和这两个孩子 相依为命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林强长老在进监狱之前 已经安排好了教会的弟兄姊妹 有一个扶持的团队 就是预备发送的时候 让这个母亲和孩子们不会落单 所以这个你要读这本书 你就会看到弟兄姊妹啊 也是每天都是往他们那个家送礼物 那个厨房都堆满了食品 吃的呀 用的呀 他都劝都劝不动 就说你们不要送了 我们真的够了呀 所以你看这个恩典的团契 上帝有这个弟兄姊妹安排的这个扶持的团队 对他们这个 这个一家人能够这样的度过 恩典大于苦难 所以呢 这是他这个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真的都是上帝的恩典 如果看到自己的话 自己确实是很软弱 比如说这里边有个卡拉松这个女儿她做梦 她梦见了这个呃 带着部队就是有那个军人拿枪来把他爸爸打死了 也把他打死了 然后他做了这个梦就在哭 因为他们是住在那个双层床嘛 然后他妈妈说哎呀你你为什么哭啊 他说我做了个梦啊 他说我可不可以下来跟你这个睡呀 他妈妈说好吧 后来他妈妈问是什么梦 他说我不敢说 后来他说出来了 就是爸爸被被打打死了 他说他也被打死了 这个妈妈呀 一点都不急不慌 这个妈妈是非常特殊的 我觉得他有圣灵同在的那种智慧 他就说啊 那为什么这些人会要带着枪来抓这个你爸爸呀 就说他们怎么这么害怕 他们不是害怕你爸爸是害怕上帝 所以他就会慢慢的跟孩子这样的聊天 然后慢慢的疏导孩子 孩子最后就是就不怕了 然后就出去玩了 他就是把这个整个他怎么和孩子们的对话也给写下来 然后后来他们这个你看这个是女儿在雪殿上写爸爸 所以你看到这个本书浓浓的都是爱 都是这个很自然的人之常情 但因为他有神性和人性在一起 所以这本书呢 让我就觉得是真的是 这个非常非常的宝贵 因为感谢主让这个姐妹他一直以日记的这种方式 然后写下来 这里边还有给舒雅 就是王怡牧师和蒋龙师母的儿子写的信 所以这本书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 也是非常非常的美 他们在算着一百个日日夜夜 你是怎么过来的 卡尔松宝贝给亲爱的爸爸的信 就是这个女儿写的信啊 给亲爱的爸爸 爸爸爱你 爸爸上帝比世上所有人都爱你 你在工作的时候 不用为妈妈小弟我担心 我有一次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你 我小弟妈妈一起去了公园 我们看到了小鹿 小马 乌龟 小羊 河马 小弟一边跳一边走 你还找了一片草地 我们一起也掺了 梦就坐到这里 我在这里很好 在这里 我们天天都有玩具 他是回到了那个老家 在那个黄土高坡 那个农村 他们就是孩子说 天天都有玩具 所以你看 这里边都是他的这些画 画得很好 然后最主要是他的那个文字 特别干净 他所写的所有的这些 就和完全那些文人们完全不一样 气息不一样 是 有那个大的色块 这首诗歌呢 是张新月写给狱中的丈夫李英强的 因为他的背景 你一听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他说 我以永远的爱 爱你 他们说你贪污腐败 没关系 我爱你 他们说你乱搞男女关系 也没关系 我爱你 你上电视认罪 没关系 我爱你 你这辈子出不来 也没关系 我爱你 因为你是上帝给我的 他还不是一般的夫妻之情 而是这个丈夫为主为福音受逼迫进了监狱之后 这种在圣洁的爱里边的这样的只有上帝的爱是永远不变的爱 所以上帝的爱是第一位的爱 所以是上帝先爱了我们